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叫不生意不灭 主要是不生 不生也就是空啊 这个空 无生 八部 这是本论的中心意志 也是权论的宗趣所在 这中断说来说去都是要解释不生 所以龙术开张名义 把八部放在论初 目的呢就是用这八部 灭出八种戏论 八种戏论就是有生有灭有长有短 或者一或者一或者来或者去 说明一切有所得心啊都是邪见啊 就是我们一切理论见解 当然啊前提是你得执着啊 就是你所执着的一切理论见解 统统都是邪见 一切众生心里所想的 口中所说的统统都是颠倒 不管你是谁吧 你只要认为那个东西千真万确 真实不虚 有佛无佛啊 性向常主 统统都是邪见 都不是佛的正法 现在就要破邪显正 所以把八部放在论初 下面我们解释中论主要依据的是极藏大师的中论书 这个要教得清楚 不是我们自己乱讲 讲解的依据就是极藏大师的中论书 如果没有极藏大师的著书啊 如果没有极藏大师的著书啊 那么就算有龙树的中论 有清目的解释 包括有罗师的翻译 乃至有其他门派 其他各种人士的见解 你也不可能让这个中观法文啊 重见天日 你解释的都是邪见 先解释八部 八部呢 既不是描述什么境界 也不是形容什么真理 更不是有个既不是生 也是不是灭 稀里糊涂 一稀仿佛 不可言说 无法思议的东西 而是针对性极强的几句话 这个八部啊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不僧不见 什么意思呢 我们老是认为 有一个真如佛性 不生不灭不够不尽 老是那么想 这都不是 八部是针对性极强的几句话啊 八部就是专门破写险证的 那就是 就是专门呵斥众生的 又呵斥我们这些人的 就是专门扫除一切妖魔鬼怪 就是彻底否定一切邪之邪见 这是八部 不说一个真如佛性 不生不灭 那有什么意思呢 这佛性不生不灭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说了半天解决什么问题啊 你都没有 那么解释佛法 这佛法就不值钱了 那么解释心经 八部就是破写险证的 别搞错了 就专门来呵斥众生的 就是来大名骂你的 就要扫除一切妖魔鬼怪 破彻底否定一切邪之邪见 先解释不 不 不是否定的意思 也是反对的意思 也是呵斥的意思 就是不承认的意思吧 比如说对不对啊 你说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否定的意思 你说好不好不好 是不是不是 行不行不行 不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所谓的不啊 就是不语一切法 否定一切法 呵斥一切法 就是不承认一切法 甚至还要推翻你这一切法 不生啊就是没有生 很简单 字面意思很简单 不生就是没有生 你要说你是父母生的 没有这回事 这就是不生 不灭就是没有灭 你说你哪天死了 也没这回事 这叫不灭 不断就是不存在断 不长就是根本没有长 不来不去就是从来也没有来去 这八步是泯灭一切有所得的意思 是破除一切邪见的意思 再来解释不生不灭 生那是出生 灭是灭亡 这是字面意思搞清楚 生就是出生 灭就是灭亡 本来没有现在有了 这叫生 就像我们这个人啊 本来没有现在有了 这叫生 你现在有了 将来又没有了 这叫灭 那世人都说有生有灭 那世人都说有生有灭 比如说众生啊都是从父母生 你是谁生的 你肯定要说你是父母生的 世界呢都是从微臣生 世界的山河大地怎么来的 都是从原子粒子这些微臣来的嘛 万物怎么来的 道家说了万物都是从道生的 道生一生二二生三嘛 三界怎么来的佛教说了 三界都是由心生啊 万法为师嘛 那基督教就说了 世界呢都是从上帝那里生的 印封的婆罗文教就说是从环天生的 到了科学家这里呢 就来了个物种起源生 物种起源是怎么生的 从猴子生的 还是从哪里生的 佛教又说了一切法都是因缘生 这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 这也算一种 道教说呢一切都是自然生 一切法怎么来的 自然而然也不需要原因了 就那样子了 佛教又说了 这一切法都是从一念无明生的 一念无明就有山河大地嘛 从自性清净生 从妙明真心生 从长度佛性生 有的说是从虚空法界生的 有的说是从阿赖耶诗生的 又有的说是从种子现行生的 这世间的一切法呀 有人说是从真宫妙女生的 从如来葬行生的 从那个遥遥明明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生的 从那个上帝粒子生的 从光阴天生的 从物质生的 还有人说是从宇宙黑洞生的 像这些见解现在一概否定 拒不承认 没有这些所谓的生死来由 这就叫不生啊 不生是说这些的 不说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摆在那里 下面不灭 有生才有灭 你既然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 你本来就没有生死何况还有涅槃 所以说不生亦不灭 总的来说吧 不生就是不承认任何关于生命起源 世界形成的一切理论见解 和观点主张 不生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承认任何关于生命起源 世界形成的一切理论观点和见解主张 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说人是从哪里来的 一概否定 你都不需要解释 一句话说出来就是错的 你只要说这世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从原子粒子来的 还是从宇宙黑洞来的 一概否定 你不承认任何生命起源 不承认这些任何见解 这就叫不生 没有别的意思 灭不灭的话就不需要破了 因为有生才有灭 没有生哪里有灭 所以不需要破灭 下面不长亦不断 先解释长 长是什么意思啊 长就是本来就有的意思 是长住不灭的意思 你只要是本来就有长住不灭 那这真实不虚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就是长 长是这个概念 就像凡天本有 神尸不灭 法身长住 佛性永恒 周遍杀戒 无处不在 这就是长啊 你佛性永恒的 你不是长你是什么 你还是断啊 法身长住 都是我们说的话 你这个长住已经说的 已经说出来了吗 说的实实在在的 这不是长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否认 你说法身长住 佛性永恒 周遍杀戒 无处不在 有佛无佛 佛性像长住 乱七八糟的 这都是常恶 这是一种常见 是一种邪见 可不是佛法 你已经被佛法耽误了 问题是 佛法破的就是断肠而见了 但是你怎么样 你学了 最后学了一身的常见 问题是还不知道 问题在这里 就是你已经说出来 你竟然还不知道 断是断灭的意思 没有的意思 你只要说有个东西可以断灭 可以没有 这就是断肩 诗人都认为 人死如灯灭 一灭永灭 没有三是因果 这就是断肩 又说本来就有一个天然之理 不管有佛无佛 都是性像长住 这就是常见 这个真理啊 不管佛出不出事 真理永远都摆在那里 这就是常见 另外 你说有道可求 这是常见 你说无道可求 这是断肩 因为你所求的那个真如大道 肯定是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 它就是常见 你只要说有一个道可求 这就是常见 你说常住真心 如来藏心 是不是常见 你说的很清楚嘛 常住真心嘛 这不是常见是什么 说愣言经啊 都被我们学成常见了 你可不要怪愣言经说错了 反过来说 你说没有道可求 一切皆空 那里是断肩 你竟然说没有道可求 你不是断肩吗 你说因果实有 这是常见 你说万法皆空 这是断肩 什么都被你空了 你不是大大的断肩 你说一个离言真实 这是常见 什么叫离言真实啊 那个佛佛的境界 是不可言说的嘛 这叫离言真实 就是不可言说的道 这就是一种常见 那你那个道肯定不声不灭 历劫如此 这就是常见 你说言说都是虚往 这是断肩 言说虚往 这个话说出去没有了 这不断了吗 这就是断肩 你说道是不可说的 这就是常见 你说可说的都不是道 那是断肩 有见外道是常见 无见外道是断肩 第一地是常见 世地原生是断肩 因为第一意是必经空吗 是真理吗 这就是常见 世地一切的话都是生灭无常 这就是断肩 因为你生灭无常死了 就再也没有了 这不是断吗 你要断出生死 这就是断肩 你首先带了个断子 你说要断出生死 这就是断肩 你要想求生涅槃呢 这就是常见 涅槃是常的我性 这是他的四个德性啊 你不是常见吗 你说有个真如佛性 这就是常见 佛性永恒嘛 这不是常是什么 你说生死烦恼 这就是断肩 你认为有生死烦恼 这就是断肩 因为生死烦恼是生灭无常 常住真心 这是常见 对不对 你不能否认 因为常住真心说得很清楚 你说这科神烦恼的 这属于断肩 烦恼忽然就没有了 这不是断肩吗 像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断肩而见 现在就是要迫使这些断肠斜肩 所以说不断不长 这就要破你的 可不是说有个不断不长的东西摆在那里 那有什么用你这么说 你这么解释这佛法就毫无作用了 不一一不一 一是一体就是一个东西 一呢是一体是两个东西 有人说了 诸法的本体是一个 这叫一 大家的本体都是一个法身佛性嘛 都是一个本体嘛 这是一 那么万法分云呢是一 世间万物又是彼此不同 这叫一 众生呢都是同一个佛性 这叫一 那么六道生死呢又各不相同 这是一 那么我与凡天啊合一 这是一 就是天人合一嘛 这都属于一 那么真神跟我不同呢 这属于一 因为真如是长 长者不灭 你是生灭无常 你们当然是两个东西了 那么佛在身中啊 这是一 心里面有佛性 这个佛性就跟你是一体了 离开身另外有我 这叫一 你要说生死就是念谈 这就属于一 你就是这种见解 你要说反倒不是菩提呢 这就是一 你说理事无外 这就是一 你说彼此不同 这就是一 你说体用不离 这是一 体和用的关系是体用不能离 不能分离的 这就是一嘛 你分不开这不就是一体 你说性相隔别呢 这又是一 性跟相又各不相同 这又属于一 再比如说吧 僧区和大众部主张因果一体 他认为啊 因果是一个东西 不能是两个 木头跟桌子肯定是一个东西了 你不可能离开木头另外有桌子吧 这都有道理 我也是跟上祖部主张啊 因果是异体 为什么 因为因是因果是果嘛 首先名字都不一样 他怎么能是一个东西 这都有道理 像这些意义都是破坏因果道理 现在破斥这些意义 所以说不意不意 就要破你的 这个中论上来就是六亲不认 见谁就破了 他就这样子 你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个龙副中官想的那么好 不是那样 不来亦不出 来是从外面来 出呢是从内出 外道说了 众生怎么来的 众生都是从自在天来的 这叫来 众生死呢 死了之后又回到自在天去了 这叫去 佛法说呀 世间外物都是最 都是从最初一念无名而来 一个佛性本来清风静静 突然动了一个无名啊 就有了山河大地 一切山河大地 都是从最初一念无名而来 这是来 来一天你断货正真返本还原 你又回去了 你正到佛性了 你这叫去 生从法界来这是来呀 灭归法界去 这是去 诸法从因缘生 这叫来 而这个捏牌能灭掉有为法 这是去 你从真如佛性而来 这是来 你了生托死正到法身 这是去 六道众生怎么来的 都是从那个阿赖耶士的种子来的 这叫来 哪一天你转世成智了 这叫去 因为你正到法身了嘛 你见到你的本来面目了 这叫去 又有外道说了 苦乐果冒啊 都是我自作自受 这是内处的意思 又有外道说呀 男女和和而有众生 斯大和和就有万物 这是外来的意思 小诚人说 豆子当中啊 本来就有芽 这是内出的意思 豆子当中本来就有芽 然后从豆子生芽 这是内出 承论人说呢 豆子当中本来没有芽 只是假界外面的因缘 才能生芽 这是外来的意思 现在是一概否定 并且相加破斥 所以说不来不出 那八个呢 就是先把你否定掉 具体下面再一个一个破斥 世间所有的众生啊 不管他心里所想的 还是口中所说的 没有一样能超出这八种见解 不光是古代 现在也一样 你看哪一个人的见解 能超出这八个 现在破了这八件事 就破了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 那三个呢 没有出世之前 像毗潭成实 以及有所得的大成人 什么叫有所得啊 就必定要执着一个真如佛性 执着一个如来葬等等等 这就是有所得 因为你死过都空不掉这个东西 这有所得 像这些人的所言所说 都是有所得的生别断肠啊 它不是断肩就是肠肩 你执着能法身佛性三观常见呢 法身常住啊 这不是常见是什么啊 所以说障碍中道 违背正法 这些见解 这一不论是横破挖迷 树穷武惧 洗净一切颠倒妄想 让一切有所得的心彻底清净 所以说不生不灭 乃至不来不出 就专门扩着这些妄想 那你得知道 扩着这些妄想 你得扩多少人 你得跟多少人作对 你要得罪多少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有的学乎人 都是这些见解 你要扩的话 就等于跟一切中心作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 龙术被小城人骂成外道 小城说大城会说说 那大小城的毛本就是这个样子 你破他他还能接受吗 他不可能接受你 如果你学了中观三观 就等于跟一切中心都作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你出了门不要随便讲 有缘的讲讲没有缘的 你可千万别讲 你讲的只能招望 你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你是破他的 你不是赞叹他 这个不生不灭就解释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心经的解释 那些人是怎么解释 和不生不灭不够不敬的 好像都解释成如来藏的 如来藏的四个特性吧 几个特性好像 那还叫心经啊 这些人都不依据这个波日思想去解释 下面是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 这一句 能说是因缘 这是赞叹佛有波日智慧 能说八不因缘 这一句属于显正 因为只有佛才有这个波日智慧 也只有佛教才能说这个不生不灭 不是佛教 只有佛嘛 其他宗教也没有人说不生不灭 一切法空嘛 谁说一切法空了 基督啊还是其他的 都没有吧 不光是外道 就佛教内部这些宗派 也没有几个说一切法空的 都是执着一切实有 执着的死死不放啊 执着起来 倒是执着一个真如佛心 有几个说空的 他为什么不能说空呢 因为他没有波日智慧 所以现在就赞叹了 能说是因缘 赞叹佛有波日智慧 你有这个智慧 你才能说八不因缘吗 善灭诸戏论 这一句是破邪 佛说八不因缘 能灭出八种戏论 扫荡一切邪见 让人领悟大成 这叫善灭诸戏论 为什么叫善灭呢 因为二成人也在断除生死 也在灭除戏论 但是小成人呢是断除生死 另外再求一个年盘 他认为有一个智慧可得 有一个烦恼可灭 这就是有生有灭 不叫善灭 现在佛说 因缘生就是寂灭性 生死性就是涅槃性 就是因缘本来就是寂灭 生死本来就是涅槃 并不需要你断除生死才入涅槃 而是观察呀 生死本来就是涅槃 所以叫善灭诸戏论 我骑手礼佛诸说中第一 我是龙鼠菩萨 手呢就是头 你把头刻到地上 这叫骑手 骑手礼 这是推功为佛论主致敬 意思是说呀 八不中道 这个不生不灭 这是佛说的 并不是我论主自己说的 为什么要骑手礼佛呢 第一呢是请佛加护 因为一切法无生这个道理啊 太难以理解 而且只有佛才能宣说 别人都不能了解 论主准备造论神经 破写简正 所以骑手礼佛 请佛来加护一下 再者说凡是佛的弟子讲经说法 都是寄生佛的衣佛 仰壮佛的力量 如果你不请佛加护 只怕自力不足啊 自己的力量终究还是有限 所以需要顶礼 顶礼就是请佛加护的 再者呢 龙鼠是因为佛误导的无生法人 现在要报答佛恩 所以要礼佛 再者呢 现在之所以礼佛 是让人啊 对八部生起信心 这个八部 这是佛说的 也不是天魔外道说的 也不是我龙树自己说的 因为小成人啊 不相信一切法空 小成人其实也在说空 他也说我空法空 但是他做不到一切法空 他只空生死不空涅槃啊 涅槃是他的最高真理 这个他不能公 他小成的空都有一定的限度 涅槃是他的最高真理啊 这个不能空啊 就像我们大成一样 你其他的都可以空 但是这个真如佛性你不能空 这个你还得有 没有的话这佛教公伴 这些人的空都是有限的 都是他不相信一切法空 他听到毕竟空啊 就像刀伤心一样 什么叫毕竟空啊 就把那个涅槃佛性中道法人都空掉 他听到这些话之后 就像刀伤心一样难过 因为你把他那个真理空了 就等于要他的命啊 他不难过吗 所以现在说了 这八步呢是佛说的 我说的你不信啊 佛说的应该信 诸说中第一 这句 诸说是指一切理论学说 像那些九十六种外道啊 都属于异端邪说 违背真理破坏实相 虽然这些外道说的有钱有身啊 但是都不能成作第一啊 圣经其实也很好读啊 里面都是好东西 道德性更不得了啊 风行全世界啊 论语更是治国契家 还有印度的那些 法文奥义书什么的委托 那说的都不得了 尽管他们说的有钱有身 但是都不能叫第一啊 为什么啊 还有佛法在它上面呢 就佛法当中有五种人可以说 这个佛经啊 第一是天人说的也可以叫经 第二是华人说的也可以 第三是圣文人说的也可以叫经 第四是菩萨说的也可以 第一是佛说的 这五种人说的其实都可以叫经 但前提是你得让大家认可 得有人义证或者是公认吧 在这五种人当中啊 只有佛一个人他通达实相 善说法要所以称为第一 你只有佛说的经啊才能称之为第一 那么在佛说的经典当中呢 又有大成经小成经 这更多了 那么小成经不了意不叫第一 大成经了意称之为第一 不了意就是意思说的不清楚不明了 这叫不了意 那么在大成经典当中呢 又有无量的经书法门 像法华经啊 论延经啊 什么这个经那个经 但是这些这个八部啊 这个不生不灭又是三藏的中心佛法的经要啊 你大成经典再多啊 你浓缩起来也不过就是八部 都是为了说明这个八部 所以说八部又是第一中的第一 现在这所以这么再叹是说佛在前面略说八部 我只是简单说一下不生不灭 但其他也没有解释 龙叔就在后面详细解释八部 这中论就是详细解释八部 为什么不生不灭解释这些 佛说八部既然是第一等的经 那么论主造论呢就是第一等的论 因为你这部论是解释第一等的经 所以你这部论就是第一等的论 现在学这部中论的人就是第一等的人 为什么 如果你不是第一等的人 你怎么能学到第一等的论呢 你学不到呢 如果你学不到第一等的论 你怎么明白第一等的佛法 你也不可能明白 你必然学成一身的断肠邪见 如果你不明白第一等的佛法 你怎么能见到十方三世一切佛 你就见不到佛了 所以说八部就是佛 八部就是法 八部就是僧 只要明白八部 就能见到佛法僧三宝 现在把八部放在论初 这就是归敬三宝 向佛致敬啊 因为三宝是归宗之地啊 我们学佛学来学去 不都是为了归三宝吗 假如你不明白八部 你怎么认识三宝啊 不认识三宝 那时候佛不是白学一场啊 再者这也是为了劝人生信 因为小生人说的 生灭也是佛说的 不生不灭也是佛说的 你为什么要用无生来破我的生呢 就像一切法生灭无常 这是佛说的 你为什么要用无生来破我的生 那既然是佛说的 法面都是平等的嘛 现在说呀 佛说生灭是为了说明不生不灭 所以生灭只是方便 并非第一之说 只有无生才是真实 才是最究竟的佛法 就这意思吧 这八部节咱介绍一下 又睡着一半 没关系 三天就可以了 这个前两天 其实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属于过渡阶段 适应阶段 问曰何故造词论下面 书上都有 何故造词论 这是外人问 就是你为什么要造论 这意思很简单 或者说你凭什么造论 你龙树你也没有成佛 你凭什么造论 就这意思 这一问也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呢上面你赞叹说 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 这就说明了佛已经显示了中道 他已经灭出了细论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造论 如果你还要造论 岂不等于说佛并没有显示中道 并没有灭出细论 就这意思 回答一下 佛虽然已经显示了中道 灭出了细论 但是这只是当时的情况啊 他只能利益当时的众生 末世众生虽然读诵佛经 但是不明白佛理 于是呢又产生了细论 又障碍了细论 因此我必须造论来解释佛经 佛呢确实是灭出了细论 但是他只限于当时啊 当时的众生虽然明白了 但是现在我们众生又犯糊涂了嘛 众生是一波接一波的 到了末法时期啊 众生又产生了细论 又障碍了中道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佛已经元气了 说只有菩萨再来继续造论解释佛经 第二 佛社的经典都是无量无边 浩如烟海啊 众生天天去读这个佛经都读不过来 何况你龙书还要造论 那你就不需要造论了嘛 佛经 佛经都读不过来啊 何况你这些论啊 你的论难道能比过经啊 如果你也造论 我也造论 岂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众生什么时候能读得完 所以说不需要造论 如果你一定要造论 莫非是想排斥佛经 显示你的智慧 这也是疑问啊 回答一下 正是因为佛经啊 文言广播 浩如烟海 众生学佛啊 往往都是妄阳心滩啊 不得要领 佛法大会你从哪里入门的 你是先学净土 还是先学禅宗啊 大家都是不得要领啊 所以我才把大乘的忠心 佛法的经要浓缩在一起 称之为八部 这是方便你入门嘛 佛法尽管再多 但是他不会超出八部 你只要明白八部 就可以无病不破 无教不通 就是没有佛法不懂的 那么众生领悟起来 就比较容易了 正是因为佛经太多太杂了 众生无从下手 所以我才把这个佛法的忠心 要领提炼出来 就是八部 做这三藏十二部啊 你没必要一本一本都去看 没这个必要 因为这是对不同的人说的 换句话说 这都不是对你说的 你看他干什么 你只要抓住佛法的忠心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一本一本都去看 当然你有这个经历这么好 问题是我们都没这个经历 问题是你看了 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啊 你看那些月葬的 一月三年他看懂什么了 再是说了佛在世的时候 众生都是立根啊 一听到佛说无声 当下就能明白 既然一切法无声 你还说什么呢 什么都不需要说了吧 人家当下就明白了 佛灭度之后 众生都是顿根 必须龙叔详细解释无声 他才能明白 在这说佛在世的时候 都是随机散说 他见到什么人就说什么法 对你那就说大声 对他那就说小声 他有时候说空 有时候说有 他的意思并不一定啊 这不造成混乱了吗 现在论着把佛的本义啊 归纳起来 择取精华 专闻论述 就把佛的本义归纳一下 把这精华全部挑出来 专闻论出 让人容易理解 因此必须造论 不造论的话 我们就连个门道都摸不到 因为佛经都是有自相矛盾嘛 其实互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 第三 佛的言语巧妙 智慧深奥 那么就凭佛这么巧妙的言语和智慧 众生读诵佛经都不能了解 何况你龙叔的言语 你肯定比不上佛的言语 你龙叔的智慧 你也赶不上佛的智慧 难道众生读了你的中论就能开悟 所以说你不需要造论 如果你非要造论 那么你的智慧 必须要胜过佛的智慧 你的智慧既然超过佛的智慧 你凭什么造论 如果大家读了你的中论就能开悟 这岂不是说你的智慧 居然胜过佛的智慧吗 那到底哪个是佛呢 这也是个问题 佛那么深的智慧 他说的佛经 我们为什么还看不懂呢 这是个问题 佛的智慧体现在哪里 你提现不出来了吗 回答一下 佛虽然是至深严小 但是末代众生的机缘在我这里 可不在佛那里 因为佛早就圆寂了 尽管我们想去学佛 但是你到哪里找佛 佛已经不在了 所以说众生的缘分都在我这里 只能由我来教化 我这是师资相承啊 带佛养话呀 就是替佛说法 并不是显示我的智慧 超过佛的智慧 所以经常说了 如果缘不属佛 佛不能度 就是你的因缘不在佛那里 佛也度不了你呀 现在我们的缘分都不在佛那里 你要想学佛 你根本找不到佛 你只能在这个法制 人那个法制 这个学人那个教授那里 或者在南淮景那里 或者在某某人那里 只能在这些人那里 你不可能在佛那里 第四 就像诚实论说的 不应该造论议论佛语 为什么 因为佛是一切之人呀 佛的意趣难解 深不可测 如果佛自己造论 你可以教论 如果佛不造论呀 其他人你不能造论 你龙树既然没有成佛 你怎么可能议论佛的意思 测量佛的境界呢 佛教会有句话嘛 一地不知二地是嘛 你怎么能测量佛的境界 如果你得不到佛的意思 你岂不是自悟无人 你自找毁伤 你说不对 你还得下地狱呢 搞不好 所以说不应该造论 你讲经的 你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 他就会说了 你有什么资格讲经主事 你讲错了 都得背音 我都得下地狱 都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你说 现在回答一下 我龙树虽然没有成佛 但是多少还知道一点佛法呀 我是随理解释 我有什么过失 所以成佛人也说了 接着造论 不接着指 就是你明白佛法 你可以造论 你不明白佛法 你就不要乱说 再来说了 应该造论啊 如果造论的话 佛经就容易了解 正法就可以久住 如果说你也不造论 我也不造论 你也谦虚 我也推让的话 你把佛经放在一边 你说大家 谁能看得懂 谁能看得懂啊 我们学乎的人 给你个金刚经 心经 或者法华经 谁看得懂 你这么下去的话 佛法不就灭了吗 你大家都看不懂 也就不看了 这一代人不看 下代人更没人看了 佛法不就灭了 他必须要造论来解释佛经 让人家了解佛法 这样的话 正法才可以久住 你也不要怕说错了 你说错了没关系 总之会有人说对 你得形成这种风气 你得允许让人家解释 你还得允许让人家说错 让他说成那些断肠邪见 这都可以 只要大家都去说 总之会有人说对 你不能说我们还没有成佛 都是反复 都没有资格解释佛经 那这佛法不早就完了吗 因为我们这些人学佛 哪一个不是看那些小书小本 在那学佛的 哪一个是直接读佛经 入门的 都不是吧 都是看那些解释才入门的 尽管那些解释不究竟 都是邪见 但是好歹已经把你接进来的 这也是人家的功劳啊 再者马明已经造了很多论 有大乘起信论 大庄严经论 你现在为什么还要造论呢 回答马明造论自然有马明的因缘 我龙树造论自有我龙树的因缘 马明造论呢 是度跟马明有缘的众生 我龙树造论是度跟我龙树有缘的众生 所以你不应该责备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缘啊 大家都不一样啊 你度跟你有缘的众生 我度跟我有缘的众生 这有什么好指责来的呢 你讲你的净土 你度跟净土有缘的众生 他讲他的传宗 他度跟传宗有缘的众生 这就可以了 再来说 凡是造论的人都有许多过失 你为什么要造论啊 你的目的无非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了 你揭露人家的短处 显示自己的长处 你这种做法只能增长斗争 所以是圣贤不许 因此你不应该无视生辉 埋主造论 就龙树的中论确实有这个嫌疑啊 确实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嘛 你破人家不就揭露别人的短处 你显示你自己的长处 就算你不是这个目的 你也免不了让人家怀疑你有这个目的 你造论的目的无非是增长斗争 你破了人家 人家还能服气吗 你只能互相争来争去来 做圣贤不允许这种做法 回答我现在造论啊 并不是为了破斥别人抬高自己 我只是以慈悲心造论 就像有人也看到一个盲人 他前面就是深坑 他前面马上就要掉进那个深水火坑里面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去觉悟对方 我不去挽救这个盲人 那我就不是菩萨 我现在造论神经破斜显正也是一个道理啊 众生呢都是被这个无名邪见牵着鼻子啊 将来啊你这辈子学了一身的邪见 你将来肯定要堕落恶道 你来时马上就要堕落三恶道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再不去觉悟众生 我再不去破斜显正 那我就不是菩萨 所以说我并不是仗着自己有一点本事 而去随便批评别人 我只是以慈悲心 我肯严见着众生学了那些外道的邪见 马上就要堕落三恶道了 我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去破斜显正 再不去挽救你的法人会目 那我就不是菩萨了 他是这个目的 他并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那是你的想法 是你这样的 龙鼠不是这个意思 这何不造辞乱就结束了一下 谢谢观看